大家好,我是于姐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手工擀面条 从和面到擀面到切面到下面 分享全部过程 按照我的方法做的擀面条 是特别的简单 一筷子下去就可以捞上一大盆 汤鲜味美 面条是好吃又劲道 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 首先倒入普通面粉400克 接下来准备200克的清水 加上两克的盐 搅拌至融化 再用200克的清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面粉的排子不同 吸水量也不同 水可以随时的增减 先把它搅拌成大面絮状 搅拌至无干面粉时 像这样子 我们下手开始揉面 像这样子我们的手是干爽的 盆子也是干爽的 和面的时候一不粘手 二不粘盆 很快就可以把面团揉至三光 随便给它揉一揉 很快就可以把它揉成团 给它揉成一个粗糙的面团 像这样子 给它盖住盖子 饧面十分钟 然后再给它揉一遍 这都是和面的技巧 好了 现在已经饧花了十多分钟了 我们现在给它拿起来 再给它揉一遍 这个面啊 因为里面有盐 饧花的是特别柔软 随便给它揉一揉 很快就可以给它揉至光滑细腻 让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和面的技巧 面条最好三饧三揉 再次给它揉至上劲 光滑以后 我们再给它饧一遍 然后呢盖住盖子 再饧花十分钟 趁着饧面的时间 我们来摘点青菜 葱姜小米辣 准备一点小料 摘好之后 直接给它晃入清水中 葱姜小米辣也给它晃进来 用清水中把所有的配菜 全部都给它清洗干净 洗好之后 给它晃入篮中 溺水备用 接下来把西红柿 也给它打成花刀 然后用开水给它烫一烫 开水之后 给它放在一边 等两分钟 这个皮特别的好揭 现在已经两分钟了 现在轻轻一揭 这个外皮就会揭掉 特别的快速 西红柿去皮以后 给它晃在菜板上 接下来我们把西红柿 给它切成小粒 这两个小的 我们给它切成西红柿碎 这样容易炒出汁水 切好之后 给它晃入碗中 等一会儿备用 接下来把葱姜小米辣 给它切一下 小米辣去地以后 给它切成圈圈 姜切好之后 晃入盘中 小米辣单独晃 接下来把葱 给它切成葱花 只取葱白 像这样就可以 葱花切好之后 和姜晃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青菜 随便也可以切上两刀 切好之后 给它晃入篮子里面 等一会儿备用 接下来在干净的盆子里面 打三个鸡蛋 然后给它嚼上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起锅 锅烧至无水的时候 加上适量的食用油 先用大火把油烧热 然后倒入鸡蛋液 来这样 之前我们要给它嚼上 炒一炒 然后出锅 锅不用洗 直接再加上少量的食用油 泡入葱姜 把葱姜爆一下香 爆香之后倒入冰箱子去翻炒 炒炒个片刻 我们加盐 把汤料里面的盐全部都放入冰箱子里面 继续翻炒一下 把冰箱子里面的汁品已经炒出来 冰箱子的汁品炒出以后 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多么清水要根据有的面来浇 然后盖住盖子放在一边 先弄大火把水煮开 趁烧水的时间 我们把面随便再给它揉一揉 因为我们这个面经过三形三揉以后 特别的光滑细腻 然后我们给它放在案子上 撒点面粉黄粘 直接我们弄擀面杖给它擀开 我们刚开始擀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要把擀面杖放在中间 往外擀一样 我们要先给它擀成大饼状 擀成大饼状以后 我们就要给它卷起来 像这样子 每次手从里面往外 像这样子轻轻地擀压 用力均匀 擀了两圈以后 我们就给它换一个地方 然后还继续这个动作 你擀时间长了 手法自然了 就熟练了 用力也会均匀了 我们就擀这么大就可以了 然后撒点干面粉黄粘 撒完了以后 我们再给它卷一次 我们就要给它对折 就像折扇子一样 像这样给它折起来 我们再给它切成面条 切面条到粗细 主要在乎你的喜好 你要是喜欢吃宽的 你就可以切宽一点 喜欢吃细的 你就可以切细一点 切好之后 我们从一头 像这样子给它拿起来 像它一抖 我们的面条就做好了 要感觉它有一点粘 我们可以给它撒点面粉 再把干面粉抖掉 这样子就可以了 全部搞定 让大家看一下 面条擀得根根分明 特别的长 面条抖好了 我们的水也烧开了 现在来开始下面条 面条下进去以后 我们不要动 静煮两分钟 先把它定一个形 好 两分钟之后 我们给它搅拌一下 随便给它打散就可以 再把我们之前切的菜 再晃进去一点 再下进去 烧煮个片刻 把鸡蛋也晃进去 加点鸡精 喜欢吃辣的 再加点黑胡椒粉 盐就不要晃了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下盐了 汤里面盐全部都下在西红柿里面了 像这样我们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面条已经都煮熟了 我们大约煮了有五分钟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了 哇 特别的顺滑 你看到没有 这面条 看到的好有食欲哦 出锅 出锅咯 哇 一勺子 一大碗 像我这样做出来的面条 特别的好吃 鸡肉都不饭 你看看 根根分明 汤呢 是特别的有麦香味 我们这边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吃 有空你也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于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